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题目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常常会touch到的 不管是在诗歌 在信息上倒是有点特别 我们讲道通常都会去看别人在这个题目上所讲的一些讲章 我发觉这段经文不是很多人讲有点意外 I wonder why 不过后来再查一查之后也许有一点了解 那么期望我们今天在保佛 在这爱的章节里面 我们真是能够认识到什么是 而咖啡从神来的爱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谢谢你 因为你用你那有不仔细的爱爱了我们 主你就是爱 我们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主愿我们这个容器被你的爱所充满 好叫我们有爱能够回应你 也能够流到我们周围的灵色当中 我求你亲自来叫到我们感动我们 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你那里完全的得到你那 有不仔细的爱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 阿们 好的 似乎我们 我也给我们 那么 爱他 爱是什么 我想我们现在 很容易要查什么问题 你就用Siri去check一下 What is love 爱是什么 或者你到网上去Google search一下 看看一般人认为爱是什么 我查了一下 我发觉很多人都提到 爱不是很容易定义 因为它是一种感觉 感觉常常很难用话语去描述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 如人饮水怎么样 冷暖自知 所以你要问喝水的人说 这个水温度怎么样 它很难描述 所以它说最好就是 你就喝喝看就知道 我想爱其实有一点是这样 所以一般人在讲到 爱是什么的时候 他会讲到这是一种感觉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用语言去解释的 也有人会讲到 爱是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很强烈的感觉 那这一点呢 我相信我们只要再多看一点 爱情故事 爱情小说或爱情的电影 我相信他们都会描述到 爱可以达到一个程度 让一个人可能越来越来越牺牲 他的生命 不管是一个父母亲 特别是母亲对孩子的爱 或者男女之间的爱 那中国人有一句词叫做 问世间什么 情是何物 情子的一个爱情 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呢 只叫生死相遇 所以他这句话 他讲到 到底情是什么东西 会叫一个人 愿意用生命去回应 那我去查了一下 这句词的来源 才知道原来作者 他那时候 他在考试的时候 他路上经过一个地方 在那里有一个五燕子 是那个猴鸟的那个燕 加拿大燕 也不是我们那种小的燕子 那他抓到了一只 他把那一只杀了 但是另外有一只 就在天上一只徘徊着 然后到最后 他是最逼二次 所以他就好像有感受 写了这一句话 他会说 问世间情是何物 是叫生死相遇 这句话 我想对咱们信主的人来讲 也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我们也是一样 是不是 我们要问 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呢 为什么 那就要问 情是何物了 基督因着爱我们的缘故 他以生死相续 是不是 所以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那我们讲爱 不只是讲到人之间的爱 我们对其他的有很多的爱 比如说我们对食物的爱 我们知道食物的爱有的时候不是很好 不是很健康 可是却很真实 我们爱吃的人看到好吃的东西 很难拒绝 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这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我甚至从我们家的狗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了 我们家的狗毛不卷卷的 所以这个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 很多人看到它都想要跟它玩了 不过它常常在有一段时间 它会保持掉它的popularity 会有人不喜欢它 是什么时候呢 是它在剪了毛的时候 你忽然觉得怎么 它的头变得好大 很不成比例 然后身体毛短短的 好像有一点naked的感觉 我不知道 你要有机会 你可以看看一个短毛的狗 尤其是白毛的 它的皮肤有点黑 所以你皮肤的颜色都看得到 你会觉得它好像是naked 那那个时候 很少有人喜欢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时候失去了它的美 我们人 其实真的是一个视觉的动物 我们看到的漂亮 我们就爱 所以常常会听到 年轻的女孩子看到一个就 哇 好可爱啊 是吧 我们看到漂亮的 美丽的我们喜欢 但是我们看到不漂亮的呢 我们很自然 我们就没有爱 这是人的本性 可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 他讲到这个爱的真谛 是从神的爱的眼光来讲的 不是我们人 自然 天生的爱 所以这一段经文 其实不是讲世间上所有的爱 而是讲到了神 和哥的爱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 刚才 这个 我们弟兄姐妹在台上 所念的这一段 那也许因为这一段话 所以会让我们讲到的人 会觉得 讲这段经文挺有压力的 十三章第一节 保罗说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得拔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权备的性 也能够移三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中级穷人 又舍几身 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其实这里讲的 也是神怎么看我们 人看人 其实不是这样看 一个人如果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他一定是有很多粉丝的 而我们讲到的人 可能都很希望是这样 可是上帝怎么看我们呢 他说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 我们就成了明的罗 想得拔一般 这句话压力好大 我不能不去想说 到底我在神的眼中 我今天是不是明的罗 想得拔一样 是不是 我们都很喜欢能力 我们都很喜欢美丽 我们都喜欢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刚才一位姐妹看到我说 哇 你好帅啊 我马上就想到的时候 你只是看到我们家狗毛很长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毛短短的时候 我今天为什么穿了这么西装整齐呢 当然一方面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这是对神的一个respect 对神的表示一个敬畏 我们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特别传讲神的话 这是我们表示对神的一个尊重 很敬畏的心 但是同时我们也穿得漂亮亮点 是不是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就觉得说 哇 你今天present的很好 present的很好 就是意思是说 我外表穿得好像比平常要好看 然而我们在一切的事上 我们不能不去想神怎么看我们呢 我想到 不知道你们去日本餐厅的时候 是不是常会看到这个 在外面呢 日本餐厅都不是只是给你一个manu 连一个菜单让你看到说 它有些什么菜 它要摆什么 它要摆一个模型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日本人的这个marketing行销技术很高明 它不是我们中国人菜单就一个字一个字 那你要是不太懂的人 不知道那个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他们会给你一个video effect 让你看就能够看到说 啊 这个菜很漂亮 我想要吃 明的罗想的罢 我想的罢就像这个 它能够让你看到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它能不能吃呢 它不能吃因为它是蜡做的 它可以serve它的purpose 让你看到是怎么回事 但是它不能真正的serve一个食物 所真正要用的purpose 所以我想我们在 我想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这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 它并不是告诉我们那些不好 事实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前面十二章是在讲什么呢 他在讲到一个圣灵的恩赐 然后他讲到圣灵的恩 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 把能力赐给人 让这个身体像一个身体一样 彼此互相的帮助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能力的问题 恩赐 另外一个是彼此之间的关系 一个相爱的关系 所以保罗并不是说能力不好 但是他告诉我们 我们在能力的底下 我们要有爱 不然的话 在神面前 神看到的 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的东西 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他说其实不能讲说是比喻 他在登山宝序里面 他讲到 他说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喜欢在街上 做很长的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要让人能够看见 祷告不是坏事 但问题是我们祷告的重迹是什么 这是上帝要看 所以他说你们要进到内室里头去祷告 神在暗中查看 就必报答你们 这是上帝要看的 所以这里并不是说那些事不好 但是他要我们去看 我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 你看连把所有的中级穷人 又舍起身 身教人焚烧 那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即使是我们去宣教 还比不上要舍起身教人 但是所有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都要去问到底我为什么去做 我们很容易有的问题是 我今天去短圈 我不是为了爱 我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可能一个是我觉得是责任 今天做长老的觉得我要做个表率 所以我要有责任要去短圈 对不对 其实 很坦白讲 这是我自己要求问题 我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只是为了责任带一个短圈队 还是我是真的是在乎那些需要福音的人 我是不是真的有想到 在那边有许多的人 他们需要认识神 需要得到福音 神给了我一些能力 让我能够把这个福音带到那里去 我想这些都是即使我们在服事神 我们所想的 刚才我们长老报告 我们要大清早 即使我们大清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想到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大清早 是不是有责任 觉得说我在这个教会里 我应该要为这个教会做些事情 如果我们是没有带着爱的话 不管我们大的服事 小的服事 在这里保罗都告诉我们 我们都算不得什么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所以我们保罗在这里 他在澄清了我们跟服事能力这些的关系 下面他就带给我们到底爱是什么 这一段经文 刚才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唱 我觉得我也很感谢主 我记这一段经文都是靠唱 因为唱比背容易多了 所以常常有时候想一想 然后中间有些忘掉了 就敢唱一唱就响起来了 所以鼓励大家要能够唱这一段经文 保罗在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 我刚才提到 其实他描述的不是一般人间的爱 他在描述的是神的爱 所以他说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那不做害羞的事 对我们看这个经文 不太明白到底什么事 不做害羞的事 所以有些英文的译本就把它翻成Rude 那也有一个它是用意思来翻的 它就是说 Not force yourself to others 就是说我不会把我自己强加在你身上 就好像说今天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 那我喜欢吃辣 所以我就把那个菜 帮你把辣椒 说辣的好吃 辣的好吃 知道我们有没有人强 你不管对方到底喜不喜欢 只有我喜欢 那我就把我夹在你身上 这个也是一个Rude 对不对 因为你根本不在乎对方怎么样 所以不做害羞的事 他是讲到 不会Rude 不顾别人 跟下面一个不求自己的益处 有点类似 那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译本 也有的是翻译成 so it isn't always me first 就说 不论不是什么事情 第一个想到的是我 不轻易发动 那有一个译本翻的很有意思 他说 这个 但是fly off the handle fly off the handle 就是在一个榜头 在敲钉子的时候 就说 不然一敲了那个榜头 飞出去了 就伤了别人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这样子 不能够控制自己 然后呢 不小心就去伤了别人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知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仔细地去看 但是我们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留意到 他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 这里面所描述的 都是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讲到关系 就一定有对象 对不对 我们讲爱 就一定有一个爱的对象 那当然这个对象 不一定是人 也可能是事 也可能是物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 主要 我想保罗讲的是人 那这个人 可以是别人 也有可能是自己 我们也需要想到 我们是不是爱自己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 我想保罗他所重视的 可能更多是在别人身上 同样的 在这里这个对象 也可能是神 所以我们在讲到 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对象 我们一句想 我应该怎么去爱他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 爱就是把我们所爱的对象 放在我的前面 我focus的不是在自己 而是在对方 是不是 这是保罗所说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讲到这个关系 我们就不能不去想 上帝就是建立关系的一位神 圣经里面 从亚当夏娃开始 神跟亚当夏娃之间的关系 当亚当夏娃 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 他们吃了神 不可以吃了果子之后 上帝没有说 算了 你不听我的话 自食恶果 没有 他后来一直在 这个引导着他们 为他们用这个 兽皮做了衣服 预表了将来 耶稣要来覆盖我们的罪 神其实一从亚当夏娃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一直都在寻找人 跟人建立关系 我们也看到 在这里保罗他讲到 爱不一定是一个舒服的感觉 事实上在这里 他说爱是很久忍耐 忍耐 我们喜欢的东西需要忍耐吗 当然不需要 爱都来不及了 可是我们碰到 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要忍耐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 爱的意义 从这里我们看到 这里跟一般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对爱的理解不太一样 刚才讲到 我们一般去search 他都讲到 爱是一种什么 感觉 一种感情 但是在这里讲到 我们要忍耐的时候 这是不是一种感觉呢 其实我们的感觉是 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是不爱的 但是 我们却要用我们的意志 去做一个选择 要去接受 去忍耐 因此 神 你如果想一想 神有没有忍耐你 忍耐我 有没有 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 神就在忍耐你 因为一个罪人 就是不听上帝话的人 听话的孩子谁都喜欢 对不对 不听话的人 不听话的孩子 当然是让父母亲不高兴 可是 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接纳了我们 基督就为我们死 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说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神 用忍耐 来对待我们 这是 因此我们知道 神爱我们 因为爱就是很忍耐 是不是呢 我们看到在这里 保罗他讲到爱 他讲到很多的不 这么多的不 不嫉妒 不自夸 不脏狂 不轻易发怒 这些不都是告诉我们 爱会为我们立一个界限 让我们不会超越去做 可能伤害别人的事情 那我们再碰到 一个跟我吵架的人 我们的直觉 我们的情绪情感 是当你伤害我的时候 我就要伤害你 其实这样讲 公不公平 这就是我们旧约里面 所说的是 以眼还什么 以牙还 公不公平 你踩我一脚 我也踩你一脚 公不公平 其实你可以讲 这算是公平 对不对 但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爱跟真理 到底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这里呢 保罗他就讲到 我们要有个界限 对方做的一些事情 我要有个界限 我不去做 所以不嫉妒 对方他比我好 比我聪明 比我能干 他比我有钱 甚至我们讲说 他比我道德要更高 那保罗在这说 我们就不要学鲁钢一样 我们受不了 人家比我强 那这个就是爱 我们要接纳对方 我们要让自己设一个限作 我不能够超越这个界限 然后我们也要把对方 放在我们的前面 也就是说 在这里他讲到说 我们要有恩慈 我们也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们不计算人的恶 我们说爱 那当然就是说 对方比我更重要 因此 即使是我自己要牺牲 我也愿意 因为我不是最重要 那甚至讲到 我们不计算人的恶 这一点真的是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我们要能够不计算 我们需要里面有好大的爱 我们才能够这样去对待别人 可是我们回到 大概一个月前 我讲的题目 这个题目是上一次的题目的续题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记得 通常一个月以前的信息 大概都忘记了 上一次的题目 我叫做 我选的题目是 爱的能力和出来 那我是用 约翰一书第四章 十六节 十九节 两节的经文 一个讲到 神就是爱 另外一个是说 我们爱 因为 神先爱我们 我想在那次的信息 我主要想讲的 point是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自己 是爱 我们可以产生的错爱 其实神才是爱 我们如果要自己努力地去爱 我们到最后会发觉 我们就像一盆一桶水 你开始用用用 一直倒倒倒光了 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人只是一个爱的容器 上帝让我们在这世界里面 不管是直接都够间接地 从神那里 领受了很多的爱 我们从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 从我们的朋友 从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爱 那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爱 可是如果 我们没有这些爱我们的人在旁边 我们的爱就开始枯竭了 我们这个容器 我就没有了 所以 一个 我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到 你如果碰到有一个人很beater 碰到事情 什么事都好像很悲观 很负面 很苦毒 你不要太去责备他 你不要太觉得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你如果真的去了解 他后面的背景的话 你大概都会知道 后面一定有一些原因的 也就是说 你看到他就是一个空的头子 他没有爱倒进去 所以他也没有爱留得出来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说神是爱 所以 真正所有一切爱的源头 是从神来的 当约翰说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的能力 爱的能力 其实是从神那里来的 而不是 只能够靠着我们自己去产生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要想到这些 所有的爱的诗篇的时候 我盼望不是单单只是想说 这是一个我要驱使我自己去做的事 我要努力的去不嫉妒 不自发不张狂 不轻易发怒 这个也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记得 这些能力 最重要的是要从神来的 不然的话 我忍耐忍耐忍耐到一个时候 我就爆炸了 当我爆炸的时候 我却所有累积的能量 通通都放出来了 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也去思想 上帝怎么忍耐我 也就是说上帝怎么爱我 上帝他怎么样 不嫉妒不自化 所以耶稣 他会取得一个奴仆的形象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从这里面对爱的描述 也可以认识到上帝是怎么样 爱我们 耶稣基督是怎么样 爱我们 我们也看到这里面 保罗相当特别的 他讲到 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我想你大概在其他的任何的人 在解释爱的时候 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这么解释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 所以这两句话 值得我们特别去思想 我们后面会再讨论到 最后一个是 讲到一个无条件的接纳 因为保罗说 凡事保罗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都是凡事 凡事就是说 no condition 没有任何的要求 你就是包容 相信 盼望 忍耐 不是说 如果你怎么样 如果你改变了 我就包容 所以 我们在这里能看到 一个无条件的接纳 是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爱 我想我们下面 讲特别 来看看 关于恩典 与公义的事情 请问你们 你们觉得 爱是一个恩典 还是爱是公义 或真理 你们觉得 爱是恩典的 恩典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配得而得的 这个就是恩典 公义就是说 什么事情要算了 清清楚楚的 这是公义 所以我用一个 这个 这个纸条纸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不想你们看得见 看不见 他这里 这个 有一个人 违规停车 他在上头 一张纸条纸 他说 Dear parking official 他说 We have lost our key 就是说 警官先生 我的钥匙丢了 然后我还在找 如果我找不到的话 我还得跑到城外头去 才能够拿得到钥匙 所以呢 今天请你可怜可怜我 可怜他怎么样 请他不要开罚单 对不对 Take pity on us 那这个警官呢 他就留了一张条子 说 司机先生 我很希望你能够很快地找到钥匙 那你今天的情况呢 我就决定不开单子了 OK 他说 这个 consideration is given for today 今天你不开单子了 请问 这是恩典还是公义 这是恩典 对不对 他应该要拿罚单的 他没有拿 所以这个 这个人 这个警官 给了他一个恩典 那请问 你们觉得 爱是恩典还是公义 爱是要 OK 我这个问题 你觉得爱是恩典的 请举手看看 谢谢 大部分人 那你觉得爱是 公义是真理的 请举手看看 很少人 这是我们第一堂的人 比较厉害 第一堂的人呢 说爱是恩典的 很多人都举手 还问爱是公义 是真理的 很多人也举手了 我想我们来看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什么 恩典 有什么 有真理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 既是恩典 又是真理 可是我们觉得 恩典跟真理是矛盾的 对不对 刚才你知道 如果这个 刚才我是那部车子的主人 我那张条子 他们那个 那个警察 没有给我单子的话 我是不是很高兴啊 当然很高兴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有人可能会很生气的 为什么 另外一个人可能停在 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没有签这个条子 结果他就给了 被给了一张罚单 那他会不会觉得 很不公平啊 为什么 你就不给单子 为什么我 你就给单子 所以我们会发觉 真理你是不能不顾的 当保罗他说 爱是只喜欢真理 不喜欢不义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其实爱是离不开真理的 可是这跟我们的直觉 感受很不一样 我们觉得直觉就是 上帝 爱就是说 你可以赐免我的罪 我原来欠了债 你把这个债免掉 这个就是恩典 然后我们想 这可能就是救恩嘛 可是救恩绝对不是没有真理 如果有人跟神抱怨说 你不公平 你给了他救恩 让他将来可以进天国 那为什么你不给我 你拼什么不给我 那我们知道 神告诉我们说 不是因为上帝当作我们那些事都没做过 都没发生过 我们过去的罪 通通都自动消失 都抵抵掉 不是 而是怎么样 而是有接受基督 为我们付了我们犯罪的代价 这一点 神满足了公义 其实 神的爱 始终是要引导我们到公义里头去 神给我们的爱 不是要让我们去 take a bandit 认为说 我做错事了 我将到上帝面前去 祷告认罪 这个就没有了 好像好像把他带就消掉了 其实不是 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面对 这个面对我们的罪 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想 今天上帝会赦免我 是因为谁 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 为我舍命 为我付了这个代价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体会到 开始了解 原来神是这样的爱我 所以有人说 神非常爱我们 所以他不能不赦免我们的罪 神非常爱我们 所以他不能不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下一句话 神因为神这么的爱我们 所以他不能把我们留在罪里头 这样句话的意思 你能明白吗 神非常的爱我们 所以他不能不解决或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神如此的爱我们 以至于他不能让我们仍然留在罪里头 因此我们讲到真理 其实爱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进到真理 那我们在人世间 我们在爱的时候 这常常是我们的一个困难 一个小孩子做错了 我该罚他还是不该罚他呢 如果罚他 那是公义 如果不罚他 那是恩典 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就很小 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这一点 当他晓得他做错事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grace 你想当他讲grace的时候 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 只是要我不罚他 可是他却不会真正的明白 当我给他这个grace 这个恩典的时候是出于什么 我们对神也容易这样 神赦免我们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说 啊 我不用再为我的罪付代价了 可是我们却忘了 为什么神赦免我们 因为祂爱你 祂爱我 阿们 当我们看到这个恩典 我们讲到该讲很多真理 我们讲到恩典 那为什么神要让这两个变成呢 神的爱的目的 最后是要带我们进入真理 但是真理却不是我们进入真理的途径 恩典才是 我用一个故事来描述 有一位到印度的一位宣教师 Nikolas 那他去印度 他就很努力地去学当地的语言 然后他也在那里去发丹章 他语言学的还不是很熟悉 那他去发丹章很努力 但是呢 一直没有什么结果 那他在那边很不幸地得到了肺炎 所以呢 他就必须要住到一个隔离区去 肺炎会传染的 那他进去的时候 他就想到里头去 他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一天到晚跟那边的人在一起 所以他就带了很多丹章去 他希望到那里去发丹章去传福音 他进去之后 他发丹章 可是就一直都没有结果 没有人愿意有兴趣 有一天晚上两点钟 早上清晨两点钟 他咳嗽 因为他得肺炎 他咳嗽 他咳醒 咳醒了之后 他就发觉到旁边的 他的那个屋内 有一个人 一直在翻着想要起床 可是一直就起不来 然后到最后呢 他就放弃了 他就只能在那里开始哭泣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发觉原来那个人 他想要起来上厕所 可是因为他起不来 太虚弱 没办法 结果他就 他就尿床 对他的床就很脏 而且很臭 所以那些看护来 就看到他那样就很生气 然后对他态度很不好 到了那天的晚上 或者清晨 他两点钟 他又咳嗽醒来 他发觉他那个旁边的那个 路面又在试着要起床 可是一直起不来 那时候 虽然他也很不想 因为那一个人的确 这蛮脏的 可是他觉得 他需要为他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起来 他就帮他起床 就帮他起床之后 发觉他虚弱到 他连走路都走不动 所以他就只好 把他抱到厕所去 然后那里的厕所很简陋 就像国内的 像下的厕所一样 就是一个毛坑 就是一个坑等等 所以你很难上 那他发觉 他自个人也没办法 所以他就得要一直扶着他 让他去上厕所 然后他再把他抱回去 然后他的那个 路面上床之后 他就在他脸上 kiss了一下 对他讲了一句印度话 他只能猜想 大概是说谢谢的意思 可是从那一天开始 他传福音 他发单照 不一样 开始有人有兴趣了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唱的一次 诗歌讲到 虽然爱我们摸不着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 这位一线钥匙 他的恩典 开始打开了真理的人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为什么有人说 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呢 我们常常在家里面 如果去讲是非对错的话 你可能通通通对 但是对方不会到那里 对的地方去 关系的是 我们要靠着恩典 一个真实对对方的关怀 能够把他带到 我们认为他该去的地方 而耶稣基督 就是这样奇妙地 完成了这两样 所以在约翰福音 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 他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这两个 一个都不可以拿掉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力量 这是为什么 圣经里面对爱这么重视 永不止息 代表这个能力 可以一直继续继续继续 你愿不愿意经历到这样神的爱呢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神那里 受到这样子一个永不止息的爱 我们才有可能 有这样的爱能够流出去 阿们 有的时候 我们虽然 我们的脑筋里面 也知道神爱我们 可是 还是难免会 有些怀疑 如果我们在 逆境当中 就像 过去两个礼拜 我们在讲到约伯级 约伯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 他的三个朋友 通通都认为说 It's your problem 是不是 但是 我们却凭着信心 因为神的话 告诉我们 祂是永不止息的爱 祂用凡事忍耐 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祂里面 是完全被接纳的 好吧 我们今天 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宣告 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 也提醒我们旁边的人 神爱我 也神爱你 好不好 其实你们相信 你们接受 上帝爱我的话 好不好 请你们站起来 我们一起做一个宣告 我们一起来说 神爱我 一起来说 神爱我 然后你告诉你 隔壁的人说 神也爱你 然后我们 最后我们一起来宣告 神爱我们 来 神爱我们 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来唱 神一首 阿序 阿序 上天